今天要帶您看 伊朗的投金示威 進入第三個月 當局的鎮壓手段 也越來越強硬 根據在社群媒體流傳的影片 有安全部隊 跑進地鐵站開槍 還有警察在車廂裡面 發射催淚瓦斯 而被逮捕的示威 民眾多達一萬五千人 人權團體很擔心 接下來可能會出現 大規模處決 地鐵站響起連串槍響 月臺上的群眾嚇得 把腿就跑 過程中還有人不小心摔倒 場面相當驚悚 社群媒體十六號流傳這段影片 拍攝地點在伊朗首都 德黑蘭地鐵站 朝群眾開槍的英式安全部隊 伊朗因為二十二歲 庫德族少女艾米尼 沒帶好頭巾 遭宗教警察逮捕死亡 而引發的頭巾示威 已進入第三個月 週二起 示威者繼續在地鐵站等地 發起抗爭 反獨裁同時 紀念二零一九年的 反燃料暴漲示威 但他們面臨的 卻是軍警更強力的鎮壓 同樣殘酷的場景 出現在另一段畫面 當時群眾高喊 反對獨裁政府 沒多久警察出現在月臺 並疑似對車廂發射催淚瓦斯 乘客不斷哭喊尖叫不要開槍 另一列車的女性車廂 警察上車後看到沒帶頭巾的婦女 就是一陣毆打 粗暴鎮壓正在伊朗全國上演 十六號西部地區更發生神秘槍手騎機車 槍殺九人的事件 受害者包括一名九歲孩童 他的家人指控是安全部隊下手 但官方媒體宣稱是恐怖分子襲擊 並指控抗議鎮演變成武裝叛亂 微報分析這段畫顯示 伊朗政府恐怕要將鎮壓 進一步升級 伊朗人權組織則指出 到星期三為止 已有三百四十二人 在鎮壓中不幸死亡 至少一萬五千人被捕 他們警告伊朗政府 可能進行大規模處決 但官方否認這項說法 公視新聞 蒜林編譯